大家好,我是鸟鸟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我现在好害怕呀 我怕我真的拿冠军 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还不够 此外我也不想成为史上评分最低的 一届投球大会的冠军 那样的话我就是最水的一届冠军 我就是一个水军 但我要是没有拿到 我就连水军都不如 我怕我要是拿了冠军 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实话了 观众要是笑了 他们就说因为我的段子高级 观众要是不笑 他们就说我的段子太高级了 我觉得段子没有高级第几之分 我的段子也并不高级 他们只是比较完美而已 我怕我拿了冠军 就没法面对其他演员了 我怕他们会想 我怎么连他都比不过呀 我希望他们能想 他今年拿冠军 是因为效果今年该捧女的了 这样我就能安慰他们 说没事 还有机会 咱们争取明年做个女的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焦虑 好事来了我都害怕 为了克服这一点呢 我看了一本书叫焦虑的意义 看到第二百九十四页 终于找到了应对焦虑的方法 书里说幽默可以对抗焦虑 原来我之所以焦虑 是因为我还不够幽默 看完我更焦虑了 有的时候我太过焦虑 连淘汰了的演员 都看不下去了 都来安慰我 还帮我改稿 我觉得他们都好善良 我也好善良 我都不嫌弃他们 我怕我要是真的拿了冠军 我妈就会天天晒娃 但我和一般的娃不一样 我是一个成年的娃 我会感到羞耻 甚至现在我妈已经开始晒了 她会在亲人群里 发鸟鸟脱口秀的文本分析 但没有人回复她 我三姨在群里发养生妙招 我姐在群里发团购链接 看得出来 我们家只有我妈一个人 注重文本 我怕我拿了冠军 也还是找不到对象 那我就更怀疑自己了 我这个人是不是短板太短了呀 我的桶是不是裂开了呀 我又怕我说这个事 有人说这么优秀了 怎么还在愁找对象的事呢 我又怕我说了这个事 有人说他怎么能说自己优秀呢 我怕现在弹幕里都是 你的害怕太多余了 没有办法 我这个人就是起人忧天 一颗红心 二十手准备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说了自己的害怕 你们就知道了我的害怕 就会来嘲笑我 但我更怕你们不笑 因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 你们要是不傻乐 我们就白傻杯了 不说了 不能再说我怕拿冠军了 再说下去 大家就会觉得我装 觉得我矫情 最重要的是 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 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 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 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了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悲 大悲 超大悲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 哎呀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 啊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 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不是 这是我的蚊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蚊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蚊身 但是闻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狠活呀 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应该干啥 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 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悲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啊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茨威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 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 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 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吗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 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 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 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的 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大家好 我是娘娘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吸肚子 吸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宝贝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在上海租房住 租房很麻烦 因为要去看很多房子 有时候上一个租客 还没有搬走 我进去就要强装镇定 像一个视察的领导 我说 啊 闺门好用吗 啊 卫生间水压正常吗 行行 好住就行 你住吧 啊 我租不起 但所有的房子啊 你不到真住进去的时候 都发现不了它的问题 比如说 我现在的房子 住进去才发现 每天下午两点呢 都有成群的小孩 在下面玩闹 喊叫 谁能想到 我花几千块在城市 竟然能租到孩儿警方 刚租好房子的时候 我有很多憧憬 看了很多家装视频 标题都是 打工人一千块 暴改老婆小 就是里面有一个人 拿着刷子 二倍速 这儿搓搓那儿搓搓 家就变漂亮了 但我自己尝试了 才发现 我不想拥有它的房子 我只想拥有它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 回家不想躺着 竟然还有力气刷墙 我就想这个博主 这么热爱生活 他一定很不热爱工作吧 为什么我回家 就只想刷短视频呢 同样都是刷 人家下班刷墙 刷完了 开心 我刷短视频 刷完了 想死 租房也免不了要搬家 我也是自己找搬家公司 搬 没有交朋友 因为只要你找朋友 帮过这种忙 就会知道 还是搬家公司 比较便宜 但就怕遇到那种 不正规的公司 当时我和师傅 订好价格 就开始搬 我也帮着搬 东西不是很多吗 就很顺利 直到师傅抱着我的 最后一件东西 站在楼梯口 说 好累啊 能不能加一百块 当时我看到 豆大的汗珠 师傅头上一个都没有 但我就有点害怕 因为师傅知道 我家住哪 那一刻我就想 马上搬家 但我搬家 还得再找一个搬家公司 我就希望 我能长得高一点 壮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 毫无畏惧地跟他说 你累了吗 你好菜啊 然后我就接过箱子 背起师傅一起上楼 我就好希望 遇到那种 坐地减价的搬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箱子 虽然大 但特别轻 要不要给你减一百块钱 就是你一个人住 害怕是吧 我把眼睛蒙上 给你搬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是过于谨慎 起人忧天了 我白天出门之前 就把窗帘都拉住 晚上进小区 就把耳机摘下来 听周围的动静 收到快递 要先把信息涂黑 开关门都十分迅速 我感觉自己 好像一个特工 虽然没有很多本护照 也没有一箱现金 但行为极其神秘 我的代号 现在是张先生 街头暗雨 是放门口就好 我还会在阳台上 挂男士衣服 门口放男士拖鞋 总之要想保障安全呢 要么假装我是一个男人 要么假装我有男朋友 我就很羡慕男生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男人 顶多需要假装自己 没有男朋友 当然常年挂着男生的衣服呢 我自己也会试着穿一下 就真的很宽松 很舒服 有一次邻居就问我 说为什么总见你穿 男朋友的衣服 但从没见过你男朋友 我就需要一个机智的回答 我说 因为我男朋友进去了 我公安局的亲戚抓的 这句话就包含很多信息 第一 我男朋友不好惹 第二 我在公安局有亲戚 第三 我连男朋友都弄进去了 说明最不好惹的 其实是我 所以为了安全呢 我现在交朋友也很功利 只结交25到30岁的精壮小伙 就是如果谁能正好穿上 我放在门口的鞋 谁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小北听完我的处境 义愤填膺说一定要帮助我 就是愿意给我两双她的旧鞋 可能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吧 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瞎幽默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几个未进南北潮的饺子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 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 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士君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美气灶的灶眼 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造言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 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吗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开始干了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 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只有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萌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 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疼我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他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得到32套房 我也想和他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他为 妈宝男吧 都还挺啊 妈宝男这个群体 非常奇怪 就他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他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他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他妈妈天天对他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他爸肺特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 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我在脱口秀大会上 讲了一些内向的段子 现在还有点出名了 所以我现在是出了名的内向 以至于别人看到我参加聚餐 都会跟我说 你竟然来了 我说是啊 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他说但我没想到 你真的会来呀 当时空气安静了一分钟 轻轻松松又产生了 一个社交名场面 人们觉得内向的人 好像完全不出门 但其实内向的人 也是会户外运动的 有一次我去玩飞盘 网友说 竟然连鸟鸟都去了 我觉得很奇怪 飞盘狗都能玩 我为什么不能玩呢 当然人们可能宁可和狗玩 因为虽然狗也不说话 但他们看起来比较外向 这里也没有说外向的人 都是狗的意思 还有一次在健身房 我练得满脸通红 面目猙獰 突然有个人走过来指着我 说他是鸟鸟 他是鸟鸟 当时我就想糟糕 被发现了 当我灵机一动 突然大笑 我说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鸟鸟 一个人说 对不起 是我认错了 以上是社交名场面第二则 我觉得内向的人 社交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大家对内向 还有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的理解里 我好像都不能快乐 不能笑得很大声 如果笑得大声 人设就破了 但内向的人 也是可以大笑的 不能大笑那不叫内向 那叫抑郁 我经常大笑 看短视频大笑 听脱口秀大笑 被人认出来也会大笑 哈哈哈哈 我为脱口秀付出太多了 其实内向的人只是不太喜欢社交 不是不能社交 内向和社恐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社恐 密恐 恐高 洁癖 强迫症 那都是病 内向又不是病 病至少是可以治的 内向只是一种终身伴随的性格缺陷 不影响寿命 我甚至认为我们内向的人活得更久 万一活得短呢 我们也不会到处说 哈哈哈哈 有人问我说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们呀 我说你把我当正常人就行了 有时候外向的人和我说话 也会有点小心翼翼 我心里就有点生气 说好的外向呢 怎么遇到内向的人就不会说话了 我内向还是你内向 托不花托总在书里写 他小时候也很内向 但后来他明白 和人沟通不是说话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是否让对方觉得你在倾听他 技巧高超的人即使一直说恩 也能完成一场社交 原来这就是内向者的技巧 我以为这是内向者的症状呢 你想想别人问你吃水煮鱼还是小龙虾 你说恩 别人问你喝奶茶还是喝可乐 你说恩 别人问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呀 你说恩 你是完成了一场社交 你也没有第二场社交了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的社交还是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 之前我害怕我内向影响工作 影响关系 但现在我有演出 有观众 我知道即使我做真实的自己 也总有一部分人会喜欢我 甚至大家都更爱跟我在一起 因为只要有我在 场面尴尬就怪不到他们 最后我想说 虽然我话少内向 会突然哈哈大笑 但我是个正常人 谢谢大家 我是正常的鸟鸟